你好,我是匈奴人 欧盟对中国下手了 欧盟委员会周三通知汽车制造商 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征收最高达到38.1%的额外关税 而且从7月份起开始实施 据路透社报道 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对比亚迪的电动车 征收17.4%的额外关税 吉利是额外加上20% 上汽则额外加增38.1% 这样它的关税总数能够达到将近50% 对于配合反补贴调查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社 则将加增21%的关税 也就是说不配合的将要增加更多的关税 2023年10月份 欧盟就启动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因为反补贴调查呢 它是违反了市场的公正原则 就相当于黑帮呢 介入经济体系 扶持一帮 打击另外一帮 所以这个性质呢 是相当恶劣的 该来的终究要来 所以说呢 欧盟现在终于开始 对中国的这个补贴政策呢 迎头痛击了 德国的经济研究所 6月11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 显示80%的德国企业 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增关税 因为中国企业的低价倾销政策呢 实际上呢 对德国的工业 对德国的制造业 构成了不公平竞争的压力 因为呢 政府补贴呢 本来呢 中国呢 这个劳动力就便宜 也就是说呢 中国工人呢 就像牛马一样干活 然后呢 你中国政府再给补贴 那你让这个其他的外国公司 还怎么生存呢 对不对 超过一半的受访公司 西方呢 特别是德国的受访公司 表示呢 这个中国竞争的时候呢 常常讲 这个同样的产品的价格 压低20%以上 所以这次欧盟呢 出台 这个政策呢 也是完全针对中国政府的 就说你不会补贴吗 OK 我把你这个补贴呢 拿到政府之关税这里来 在工业领域呢 将近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 表示呢 在过去五年 中国政府呢 一直用这种不公平的政策 来支持 它的一些行业 导致德国很多公司呢 失去了市场份额 另外呢 利润下降 一些德国公司 甚至不得不削减产量 裁员和搬迁 所以说呢 这个欧盟的调查结果显示呢 是中国的超高补贴和普遍补贴 导致了中国商品的超低价格 从而击垮了很多欧洲的制造业 而且呢 德国商业界呢 支持呢 欧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来对付中国 不仅这个欧盟如此 现在呢 拜登还准备进一步 掐住中国的脖子 据美国彭博社今天报道说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进一步限制中国 获取可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技术 目标呢 是对准了新进进入市场的 新兴硬件设备 据知情人士透露呢 讨论的措施主要针对一种 被称为全荒山的尖端芯片架构技术 因为该技术呢 有望提升半导体传输的功能 知情人士海特路呢 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于 阻止中国使用GII的技术 来组装复杂的 可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运行的计算系统 并且在相关技术商业化之前呢 对其进行限制 目前呢美国的芯片巨头 英伟达 英特尔和超微等 先进半导体制造商 正在寻求明年批量生产 采用GII设计的半导体软件 然而呢美国政府呢 尚未决定最终的实施事件 和具体范围 截至目前呢 美国已经对中国获取 先进的芯片技术 施加了大量的限制 而且呢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 表示呢 美国呢 将会对中国实行越来越严格的 这个管制措施 主要一方面呢 是防止北京 把这些东西用来 为军队服务 另一方面也防止 中国把这些芯片呢 提供给俄军使用 此外呢 这个菲律宾人民 集会抗议中国侵略 6月12日 也就是今天呢 是这个菲律宾的独立日 这个在这之前呢 大批的菲律宾人呢 举行了集会游行抗议示威 他们抗议的是谁呢 是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 进行咄咄比人的军事化行为 这些菲律宾人 举着这个抗议中国侵略的牌子 还有中国海盗滚出菲律宾水域的标语牌子 在街头游行示威 中国跟菲律宾近年来呢 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对峙不断升级 中国的海军呢 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 包括骚扰菲律宾的不给船只 没收前线人员的物质 以及阻碍生病的非军士兵 从有争议的浅滩上撤离就役等等 总而言之呢 中国对菲律宾采取的办法呢 跟他骚扰台湾的情况类似 就是呢 想让这个菲律宾退让 然后中国好霸占那块海域 而那块海域呢 实际上根本自古以来无人居住 但不知道中国有根据什么理由 宣称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那片领土呢 离菲律宾本土很近而立中国的领土呢 遥遥万里 目前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对待这个中国 这个海 中国军队的这种行为呢 也越来越难以容忍 他的态度呢 也越来越严厉 而习包人 当然呢 也毫不退让 因为习包人和他手下的军官呢 都是一帮草包 他们认为呢 菲律宾呢 是一个小国 不能跟中国对抗 虽然说呢 菲律宾呢 受到美国支持 但是他们认为呢 只要这样长期的骚扰 下去呢 最终呢 菲律宾军队呢 只能退让 所以说呢 外界估计呢 这样 双方这样对峙下去 总有一天呢 会插枪走火 因为中国呢 肯定会采取越来 就是 越来越危险的这种对策 菲律宾呢 也可能呢 在这个绝望之际呢 也采取越来越激烈的对抗行动 这样双方的军队呢 随时就可能打起仗来 美国呢 在这方面的态度非常鲜明 只要中国越界 只要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那么美国呢 就要依据美非 这个军事条约 来对菲律宾提供保护 因为菲律宾历史上不是一个国家 在历史上 它实际上荒芜人烟 后来西班牙人发现了这片岛屿 把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 带到菲律宾那个地方 所以说呢 当地的经济逐渐发展 人口也滋生 但是呢 到了这个后来呢 这个美国呢 就是跟这个西班牙发生矛盾 发生矛盾的焦点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呢 古巴人要求独立 这个美国呢 支持古巴人独立 所以呢 美国呢 最终呢 就是派出军 派出军队 帮助这个 古巴的这个反抗者 然后呢 跟西班牙呢 发生了军事冲突 而在军事冲突之后呢 西班牙呢 就把对古巴和这个菲律宾的控制权放弃了 转给了美国 美国呢 在对这两个地方进行了 一定这个时间的这个帮助改造之后呢 稳定以后呢 就撤走了 众所周知 这个二战爆发之前的时候 美军还住在菲律宾 也就是说呢 美军对菲律宾的这个帮助呢 长达数十年 从差不多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 从1899年这个美西战争以后就开始了 但是呢 一直到60年代 美军才开始呢 撤出菲律宾 呃 现在呢 菲律宾呢 实际上对于美军撤出呢 非常后悔 呃 美军呢 现在已经欢迎美军呢 重新进驻菲律宾 上次撤出呢 主要是菲律宾呢 要价太高 因为本来呢 美军呢 就是免费帮助你菲律宾 就是帮助你保卫你的领土边疆 如果呢 是否美军大批地驻扎在菲律宾的话呢 应该呢 中共不敢向其挑戏 呃 这就像这个以前那个美军曾经住在 那个驻扎在钓鱼岛 把钓鱼岛当成一个打靶练习射击的地方 那时候中国军队呢 从来不敢去到钓鱼岛一带 声称那是自己的领土 一直到美军后来撤退以后 然后那个地方发现了石油 中国才突然宣布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中国对待周边的这个领海呀领土呀 从来都是如此 你比如说中国跟印度啊 常常争那些领土 实际上那些领土呢 那些山头呢 自古以来跟中国都没有关系 因为历史上呢 他也是属于西藏政府 或者说呢 属于印度或者那个地方的这个政府 跟中国赶着打不着边的 但是呢 中国呢 这个统治者呢 主要是他认为呢 这个领土呢 是对他来说呢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说呢 就像普京 甚至悍然发动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一样 就是这些独裁者呢 总是认为呢 自己霸占的领土越多 自己将来呢 自己就可以越强大 然后呢 自己将来呢 就会名声显赫 所以习近平呢 也是这样 习近平呢 他这个现在呢 霸在台上呢 他就主要是把这个占领台湾 还有在菲律宾在南海呢 开疆拓土 或者拓展这个对海洋的占领呢 当成是他的历史性的对中国的贡献 这是什么呀 我需要引起来 我需要你一个余优优独裤的占领地 扣脚 为主要的这种占领地